今天外头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透过我们的窗景你可以看到 这是在高雄的莲池台 其实今天中南部观众朋友要注意了 外头的天气真的很热 气象鼠还发布了高温警示 也提醒您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不要中暑了 我们就定一步带你来掌握详细的天气资讯 首先来看到微星云的部分 可以看到云图上因为封面北溢的关系 其实水气是减少的 不过在北台湾的云量是稍微比较多一些些 其他地方大约是多云稻晴的天气形态 尤其今天是吹偏南风的关系 所以南部要特别留意的是高温 而另外在台湾的北方 其实有出现一道白白的 就是对流性的降雨 随着时间越晚 这一道会逐渐往南走 至于今天雨会怎么下呢 接着带你来看这个定量降水图 其实今天各地大约是多云稻晴的天气形态 只有午后的时候 北部和东半部地区 以及东部的山区 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 而刚刚我们说到了 封面会往南走 预估在深夜的时候会通过台湾 也就是说明天包括像是金马地区 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 而中部以北的区域 这个降雨几率也会提高 再来关注户外的即时温度 可以看到目前大台北是24.5度 宜花东部分大约是25到26度 至于西半部地区 新竹台中2324 嘉义台南高雄大约是23到26 里岛部分大约是20到25度 其实今天各地普遍高温会在30到34度左右 这个近山区附近的气温还可能会更高 其他包括像是中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 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 尤其在台东的地方还可能会出现焚风 所以外出一定要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 而刚刚说到高温气象鼠也针对中南部的四个县市 来发布高温市井 今天在中午前后包括台南还有屏东地区 会出现橙色灯号 代表是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 要多加的留意了 另外在高雄还有台东则是黄色灯号 也请您要特别留意 最后西小小丁要提醒大家 今天高温炎热中南部地区要当心会有热伤害 紫外线也是比较偏强的 所以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 另外在金马地区金门马祖 拥有农物的关系 有局部物或是低云 容易影响能见度 要请拥物人特别当心了 而最后就是今天晚上开始要变天了 明天出门上班上课 记得一定要攜带雨具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 我像又齐每天带你追新闻 火热话题 关键对谈 用不同的角度探究事件的真相 敬请锁定年代新闻 安又齐与你一起突发奇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